有些人买东西的时候 会冬一点 吸一点 比如说可能先买个牛肉 然后拿一张发票 买个塑胶带也是一张发票 刻意要这样子分散 然后提升中奖率 但台湿部就说 明年1月份 若不合常规的交易跟付款方式 只要符合四要件 就算你中奖了 奖金也会被追回 这是真的吗 再把时间交给千涵 好的确刚若宇提到的那个现象 有特定人士 有心人士 他想要拿取大量的发票 来提高他的中奖几率 的确就真的有人时间很多 我们来看一下 去年就有一个个案 高雄一名男子 他两个月轻跑卖场 而且每一次 他不是买刚刚鲁鱼提到的牛肉 或蔬菜这种小额 他是买更便宜的 每一次花一块钱买购物贷 或者两块的白包贷 这个数量累积超过了上千个 那最后在这上千张的发票当中 当期的中奖金额 就高达了八千四百块钱 引发争议 因为像这样就是大量小额的 洗发票行为 所以财政部接下来要修正了 统一发票的给奖办法 未来你只要属于不符合常规的交易 或者是付款的方式 即便民众中奖了 那也不算数 财政部会基于四个条件来查 像是每一张都是小额的 那有没有正当的理由呢 另外大量取得发票 那每一张的金额很小之外 可能是个位数 再加上当期中奖的发票 你累积到一定的张数 那从明元一月开始 就会追回奖金 提醒大家这个明年一月开始 是指说明年的一月一号 开始消费的发票 那未来中奖了 才有可能来被追讨 因为很多的细节 财政部呢 怕有心人士来规避 所以细节不愿意透露 但是我们帮大家举例子 比较好了解 假设你今天参加了一个 200人的团购 小额的商品 那必须要逐笔来开发票 因为接下来这个退货 大家才有评有据 如果是属于这样的团购行为 那去开设很多张的发票 那就属于正当理由了 所以这里面即便有人中奖 也不会被追回奖金 案例二 如果你是小额发票 累积高达有5万张 很奇怪的是每一张的发票 消费金额都在1块钱到7块钱 那即便你对中了里面 400张的发票 财政部也会认定 这个没有正当性 你怎么这么小的金额 然后累积到了上万张的发票 所以财政部未来 就会把这样的奖金来追回 不过到底多少钱以内 两个月拿到了多少发票 叫大量财政部 没有公布细节的打算 避免有人刻意来做规避 而财政部也说 其实这个不影响到 一般民众的对奖权益 而是要让机会公平 奖金不要落入大量 不要同 奖金不要大量落入在 同一个人的手上